老夫少期元氏祖忽必烈皇后 红吉拉氏南碧 南碧皇后 出生于蒙古贵族 红吉拉氏族系 其父先童是元代名臣 几宁郡王纳臣万户的孙子 至元十八年 一二八一年 同是出于红吉次族的 查碧皇后病逝 至元二十年 一二八三年 容貌俏丽 正值青春年华的南碧 被元氏祖忽必烈 立为皇后 接替了其曾姑祖母 查碧郑姑娘娘的职位 氏祖忽必烈纳南碧为皇后这年 她已是六十八岁府邻 而南碧却正是青春旺盛 美妙年华 这时氏祖后宫充盈 又与南碧年龄相距甚大 因此免不了常常冷落南碧 但南碧皇后精力充沛 耐不住寂寞 为此 她总想找些事来干 便实时利用皇后的威权 干预朝政 对朝中大臣指手画脚 横施指令 由于元朝对后宫的限制不太严密 竟连一代英主 忽必烈建在时 对后宫干政之事意味予以制止 忽必烈自敢年迈 诸事力不从心 因此 对南碧皇后参与朝政的做法 听之认之 使朝臣误认为是皇帝支持皇后这样做的 以致发展到后来 南碧皇后 经常以皇帝春秋以高应多保重龙体为理由 阻挡大臣面见皇帝奏势 甚至宰相这样的国家重臣 也常常不能面见皇帝 朝廷有事 总是由南碧皇后转奏 朝廷内外皆有微词 无奈大臣们不能直接和皇帝对话 中间总隔着南碧皇后 谁也无良策解决 其实年事已高的忽必烈 对南碧皇后的眷爱 远远不如对茶碧皇后的爱怜 老儿风流的忽必烈 经常找借口外出避暑游信 上都开平府 他绝不带南碧皇后随行 因为他不会自己给自己找麻烦 他其实是去纵情声色 原来上都内就有妃嫔 大多都会跟随朝廷南迁 猛俗又与汉俗不同 对于前代守寡的年轻女子 元氏祖经常找来寻欢作乐 别有一番情趣 就这样 南碧皇后在不冷不热中 伴随忽必烈度过了十二个春秋 并为他生下一个儿子 名为铁灭池 至元三十一年 一二九四年正月 八十岁高龄的元氏祖忽必烈去世 皇位由其孙子其沃温铁木耳继承 是位元成宗 元氏祖撒手而去 一下还不到三十岁的南碧皇后 他在宫中苦苦熬过了后半生 他在宫中苦苦熬过了三十岁的南碧皇后 他在宫中苦苦熬过了三十岁的南碧皇后 他在宫中苦苦熬过了三十岁的南碧皇后